24号 5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在仰光国际机场 由缅甸警方移交给中国警方工作组 押解回国 上述嫌疑人在缅甸妙瓦底 通过杀猪盘诱骗受害者 至虚假网络投资平台 在前期小额投入反例后 诱导受害者进行大额投资 此前一天 已有6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从缅甸被押解回国